原标题 这个国家领土没限成大 却与日本保持102年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 作为亚洲主战场的中国 各路民族英雄团结一心 对抗日本侵略者更是被历史所铭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日之间已完全处于战争状态 但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抗战声明书 并未正式对日宣战 而真正宣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 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不高 直到1945年8月15日 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 总计宣战了将近四年之久 然而在欧洲有一小国 竟对日本宣战了102年之久 这其中的原因要从19世纪说起 长久以来巴尔干半岛被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 然而沙皇俄国崛起后 为了一步步之戒土耳其 开始为跟出同源的斯拉夫兄弟们鸟枪 怪包 黑山作为沙俄小弟之一自然 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1876年俄土战争爆发 后黑山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40公里的海岸线 对于有出海口便是娘的俄国来说 黑山也理所应当地成了沙俄的盟国 1878年 黑山被承认为独立国家 1904年为了远东利益 日俄双方爆发战争 而黑山为了感激沙皇俄国的建国之恩 毅然决然地对日本宣战 但远在巴尔干半岛的黑山 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 想要到达远东地区可谓难于登天 宣战只不过是向沙皇俄国表示一下忠心而已 日本也根本没有理会这天高地远的宣战处告 日战争只进行了一年 日本残胜 沙俄爆发1905年 革命动摇了沙皇统治的根基 但这时黑山与日本的宣战仍在持续当中 然而刚刚在1910年宣布成立的黑山亡国又经历了一场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 战争开始前 黑山加入了协约国协助盟友塞尔维亚 但来世兄兄的澳兄弟国 直接攻占了黑山全境 取缔了独立政府 和日本宣战的事情也就无人问津了 经过多年的黑暗统治 在一战结束后黑山并入塞尔维亚版图 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首都 两国宣布正式成立 塞尔维亚到科罗地亚到斯洛文尼亚王国 之后在1929年又被改名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南斯拉夫王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黑山部分地区被意大利所占领 国内有铁托领导的共产主义游击队 与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同盟一样抵御法西斯的侵略 约瑟普普罗兹铁托二战结束 巴尔干半岛重获和平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1963年南斯拉夫共和国由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简称不黑 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 以及科索沃和福尼福丁那两个自治省组成 南斯拉夫直到1992年 其余四个加盟国全部宣布独立 仅升黑山和塞尔维亚两个加盟国 其摇身一变成为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联盟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也曾遭北约轰炸 直到2006年 黑山最终独立 恢复了一战前的国际地位 黑山也终于有机会整理 一下子横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遗留机段 这时候才猛然发现 在102年之前与日本的宣战还在生效状态 于是马上联系日本政府 在同年6月正式宣布 结束这长达102年的战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O CANADA